再来让我们看一下我们的E-Coster 先看一下它这边接线处 接线处这边贴心的做了一个开口的设计 然后就是能使线比较清楚的红尽拿出来 然后也不影响它的美观 然后正面这边是用一个舵机做的一个摆壁 原来是准备用它来显示温度的 就是关于温水热水的划分 那现在它出现了一点小小的意外 然后产生了更加奇妙的效果 等一会儿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具体使用情况 然后看一下上面 上面呢这边就是有一个圆形的凹槽 它是用来就是这样子放热水的 等一会儿具体演示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这边一共有三个推出的按钮吧 然后第一个这个是就相当于整个装置的开关 然后具体演示也会看到 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指示灯的装置 然后它就是可以让你知道此时整个程序有没有在运行 第三个装置是贴割 等会儿也可以看到 让我们转过来看一下这边 这边呢一共有两个 两个被我用胶布包起来的东东 左边呢是 这是一个进阶开关 就来调整声音的有五道 就相当于我们电脑上平时用的一个信音键 这边呢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电位器 然后就是可以通过旋转来控制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装置的具体运行情况 因为我这边就是刚才拍摄的这边运用了一个清洁开关 然后清洁开关这边其实我理想的状态呢 是它可以向下拨和向上拨来控制它的开关 但是具体实行过程中呢 它其实是很难调整它的高度的 所以现在我准备我们要用一个东西 比如说用两只笔垫一下这个装置 然后以模拟清洁开关向下调的一个过程 现在刚刚刚已经看了程序已经成功的上传到了 Adulino Uno板上 然后让我们再开始运行试运行一下 红灯亮这边程式开始运行 哎呀 看到这个它动 但是那边声音却没有出来的情况 显然是因为它电的还不够高 哦不 也有可能是这边音量开关 还有更加奇怪的事情 呃 这边程序已经关闭了 我们再点高几遍 程序又关闭了 再试一次 再试一次 这个是这样的 再一次调试了关于温敏开关的极限值之后 让我们再次看一下这个程序 这次我用帽子来进行这个电高的操作 将手移到开关上去 直到红灯亮 准备程序开始 这种你们所听所为所见 现在播放的就是葫芦娃这首歌 然后虽然我也不是很清楚原理 嗯 坐鸡开始随着音乐 有节奏的律动轴 让我们尝试一下切歌操作 转在评论之后 它跳到了下手歌上面 那拖鸡依然有节奏的随着那个律动轴 现在我们再来试一下 有热水放在这儿 哎呀很抱歉 看来热水 热水对光线的影响是显著的 嗯 所以请期待作者的下一个 在调整过光线之后 然后让我们把视线一向 带有 温水的 嗯 E-Coster 开启装置 为了使你们看得更清楚一点 让我们看一下温度窗口 温度窗口 现在显示温度是在31 32左右 不断的跳动轴 嗯 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演示温度低了之后 这警报会耗时间表长 所以让我们试一种 试着尝试一种更为简单的方法 把水移走 这样它就开始降温了 可以看到温度是在持续的下降中的 现在极限温度是30 所以预计我们很快就可以听到那种声音了 当温度低于30的时候 就会发出紧照 你看29的时候 这个时候 因为温度正在不断的波动 所以很难说 但是 啊 收我一下 对的 OK 现在温度已经明显低于30度 然后造成的效果就是像现在这样 灯 一闪一闪 和它闪的频率比较低 OK 基本上装置就这样 哦 我还没有为你们演示过 演示过那个 音量的开关 现在再回来演示一下 把这个超火关掉先 然后 先上在一个空的 OK 音乐停止了 现在调一下这边 A2 上下切割一下 分组一到20 然后再撤传一次 OK 听到舵鸡响了一声之后 这个程序已经传入了 对应了OdoBit 开 那我们移过来 然后 可以看一下这两个用法 声音停止了 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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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是音量 这一首好听点的歌 这一首好听点的歌 开启 好的 基本上 我的作品 已经介绍完毕 好的 基本上我的作品 A2 已经介绍完毕 会发了的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